保持尊重和保持人员之间的礼貌的交往一些教导或者说名言呢? 其实有的,因为尼泊尔也有同样的很多东西 因为可能中国和尼泊尔比较近 然后我们的这样的想法之类的可能很像吧 因为你怎么用礼貌可以改变我们的人生 因为我们就可能中国和尼泊尔两个国家都会很礼貌地对待他们的战备们 然后我也可以小朋友我们都会很礼貌很爱护他们 就是可能我们亚洲的人差不多是一样的吧 然后尼泊尔也有这样的很有礼貌 就是关于礼貌这样的想法 你就有一句话就是你可能靠谱 因为可能你身上没有这样的能力靠谱 可以应这个世界 但是你一礼貌地跟他们说话 你就有这样的能力了 你就可以应这样的人的内心就可以了 就说明你就应得了世界 因为这个是你身上的最重要的因素 所以尼泊尔的这句话我也是很感人的 然后就是刚刚听你说说这样 我就觉得尼泊尔也有这样的 我们都会说如果你没有礼貌的话 你就不是人你可能是一个动物 就是如果你是人的话 你肯定要这个礼貌的 如果没有礼貌的话 你就是你不能让人 你不是人 你可能就出生的人的样子 但是你不是人 就这样的一些话 所以我觉得尼泊尔很重要 啊明白 那斯达当你来到中国之后 就对你印象最深刻的 你觉得中国的礼仪和尼泊尔的礼仪 你觉得差距最大的 你觉得是什么